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视频 那么在前两节呢,我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如何用代码去计算这个Aptional必包集合 以及在这个Aptional必包集合的基础上,如何根据输入的一个字符去计算它的跳转集合 那么这个课程呢,我们从这个总体上走一遍 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根据这个输入的正者表达式 大家看前面输入的这个正者表达式之后,我们构造了一个这样的自动机 那么我们这回走一遍看一看,我们输入的这个字符串是如何被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在这个状态机的基础式上去进行相应的识别的 OK,那么当我们运行了之后,输入的这个是输入字符串是要识别的字符串是1.21之后 我们加入一个A,然后看一下这个运行的成果 OK,大家先来看,好,我们先往下走 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根据这个star,star是整个这个状态机的起始节点是17 然后上一节我们计算了17的这个避包集合是493,317,5,1 接着呢,我们读入这个字符1,然后在这个集合的基础之上去计算它的转移集合 这个转移集合的运算方法呢,代码实现呢,我们在前一节已经讲过了 好,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多做详述,这一次我们只从整体上看我们整个这个代码流程是怎么去识别这个字符串的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这时候我们有了这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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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之后 我们根据这个输入 好,在这里面我们计算这个A的这个转,跳转集合 OK,得到的跳转集合是2和10 紧接着有了这个集合是2和10之后 大家看这边有两个,这个卡转里面有两个NFA对应的就是2和10两个节点 有了2和10之后,我们再计算这个2和10的A的必包集合 OK,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在2和10的这个必包集合 大家看2和10的必包集合是4,2,10,5,1,11 这个2和10呢,肯定是要包含在它的必包集合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跳转,这个计算的A的集合之后呢 是4,2,10,5,1,11 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得到的这个结果集合 有没有这个最终的这个接收状态 也就是说有没有最终的这个接收状态 如果有接收状态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啊,有接收状态 就意味着当前我们输入了这个字符所构成的字符串 是可以被我们这个状态机所接收的 如果是可以接收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last accept设置成true OK,我们这里面看一下 OK,这里面由于整个集合没有这个节点18 所以它没有接收状态 好,没有接收状态 我们继续做,继续走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要算这个集合的这个,这个集合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读入这个字符2 然后算这个集合的这个跳转集合 我们看一下代码 往下走 OK,大家看下这个字符是 输入的是点 对,输入的是点 然后根据这个输入点 看一下这个optional集合的下一个的跳转集合 OK,下一个集合的跳转集合是12和6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状态5接收的是点 所以跳到6 然后状态11接收的是点 所以跳到的是12 所以这里面这个转移集合是12和6 是正确的 紧接着我们计算12和6的这个 它的optional必包集合 在这里面 好,我们计算出它的必包集合是18 7,12,16,15,13,6 大家去看,这时候我们出现了在最终的这个接收状态节点 大家看,我们这时候出现了最终的接收状态节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当前我们接收的这个字符 所构成的字符串 大家看,选中的这一部分是一点 一点这两个字符构成的字符串 是可以被我们这个状态集所接收的 OK,它是可以被我们这个状态集所接收的 好,接下来 但是由于这时候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字符需要处理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代码 OK,大家看,是可以接收的 我们接着就往下走 好,接下来我们要读入的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要读入的是字符2 然后在这一个集合字上去运算一下输入字符2的时候 这里面这个集合 它的转移集合是哪个节点 哪些节点 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OK,大家看 在这个结合的基础之上 我们输入字符2的时候 我们要跳转到节点14和8 大家看,输入的是 也就是说在上一个结合中 节点7能够接收数字字符 然后跳转到节点8 然后上一个这个节点14呢 节点13呢 能够接收这个数字字符 能够转移到这个节点14 所以14和8是这个转移集合 好,有了转移集合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运算一下这个转移集合的 OK,这里面由于我们再运算一下这个转移集合的这个 它的epsinal必包集合 大家看,epsinal必包集合又算出的是这些节点 由于这些节点里面又包含这个最终的接收节点 所以说呢 如果当前我们输入的这个字符是1.2 那么这也就是说 如果当前的我们的输入字符串是1.2的话 它是可以被我们这个状态机接收的 能被状态机接收就意味着字符串1.2是能够被我们输入的正则表达式所接收的 OK,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么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时候我们由于还有一个数字要处理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往下走 OK,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这时候我们输入的是字符1 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一个optional币包呢 做它根据这个数字1呢 做一个这个转移集合 就是moon 好,得到的转移集合是14 14的话再根据节点14呢 算一个它的这个optional币包集合 OK,14的币包集合 说出来是18,14,16,13 那么这时候呢,节点这个 这时候我们得到集合含有这个 最后这个接收集合 接收的状态节点18 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字符输进来之后 整个状态机是可以进入接收状态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1.21呢 是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正在表达式的这个需求的 也就是说这个字符串1.21能够满足我们这个 有限状态机的这个匹配要求 匹配定义 这是因为经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NFA状态机的一系列运转之后 把所有的这个字符都吸收进状态机之后 状态机能够进入最终的接收状态节点 所以呢 整个这个输入字符串是可以被我们的这个状态 呃被呃是能够匹配我们这一个呃正在表达式的 ok就接收下来了 然后就出来 这就没有了 嗯哦 这个是最后的这个 那看这里面最后的这个是这个结尾字符 结尾字符就不用考虑了 ok 所以说我们这个NFA呢是可以接收这个呃是可以识别这个字符串的 可以识别这个字符串就意味着我们这里这个呃 我们这里这个表达式呢是可以识别这个1.21这个字符串的 ok 这就是我们在原来基础之上构建好了整个状态机之后用这个状态机来识别输入字符串 那么一旦识别的话就表明我们的字符串能够匹配这一个正折表达式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么到此呢我们这个字符串有关字符串算法的有关这个内容呢可能差不多就结束了 那么从下一节开始我们进入到新的算法和新的数据结构的研究中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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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